就要请你跟着我一步一脚印的开始学 慢慢的学 把每一个地方都观念都掌握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这套软体 就是现在的这个ECEL 我姑且就叫ECEL Power BI 大数据分析 好那我先把现在这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完的成品就对了 所以我这些我都不储存了 ECEL我是从全部都关掉 来跟各位开始分享 你放心你的电脑应该PowerPivot跟PowerView都还没有装 所以等一下都会跟你分享 好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下一步应该要学的就是Power BI这套软体了 好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课程啊 其实是有一个范例跟讲义 好那这个范例啊 范例放在一个网址这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要请你跟着我去照做哦 好 这个网址请特别注意一下 HTTPS冒号斜线写线 GOO.GL斜线YTZRXT 请注意最后面这个R 还有最后面这个T 好 这两个字要大写 大写的字母 好 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请在这个位置网址列 就输入我刚刚说的这个网址 我再念一次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 然后YTZRXT 注意最后面这个R跟T要大写 好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发现这个 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8月17号 对我们有两天的课程 星期二 17 18 19 20 还有8月20号下午2点到5点 好 在2021年8月17号 这个Excel商业数据分析 与图像建立 来麻烦请看 这里有一个范例下载 请不要点错咯 你不要点到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是 效务资料 大专院校的效务资料 好 那其实我就是 这几年我都是在做这种 就是办公室自动化 还有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范例下载 请点范例下载 记得成品观摩 到时候我会把我做完的成品放在这个地方 好 来请点范例下载 你不要点错咯 里面就只有一个RAR的档案 因为我的档案只给我的学生 我就不希望给那些不是我的学生 因为你要知道做这些资料 做这些数据 真的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好 首先 首先 这边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下载的图示 所以请点它 请点这个下载图示 看得出来这是下载图示吗 它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跟一条横线 这一条横线就是硬碟 下载到你的本机硬碟里 这就是下载 您说是不是呢 好 请记住 我的教学都是用逻辑的方式 是要让您听得懂 好 来 请点选这个下载图示 不要点到其他地方 你点其他地方 就是点它就代表点选它 它也会打开 只是让您看内容 好 所以不是在别的地方点 一定要点到这个下载 点它 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下载的内容了 好了 那请容许我把这个是压缩档码 我有加密码 所以要请你们去做解压缩档 解压缩 解压缩 会做吗 我把密码打在 打在我们的聊天里面 请您就不用告诉别人了 请您就不用告诉别人了 好 这就是解压缩的需要的密码 好 那我现在我要去做解压缩 那怎么做解压缩 第一 首先你要把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解压缩嘛 那你要知道档案在哪里 所以下载下来到我们的硬碟 所以我们就要打开档案总管咯 所以请点档案总管 然后在左上角下载 这个快取快速存取 一定会看到一个下载 第一个档案就是刚刚我们下载的 这个档案 来请用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点选 例如说 我现在就直接把它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好 那你就要自己去 如果你没有RAR的程式 要赶快去网路上下载 你放心 我等一下还不会这么快的用到这个档案 只是先顺便告诉你这个程序 好 所以解压缩至此 你就要输入什么 一个密码 好了 那在我的下载里面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档案了 这个档案 它是以色列档案 对不对 当然对 但请你不要打开 我再说一次哦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 真的有很多人 那个 会习惯性就把它点两下 打开 而且是用以色列档打开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哦 就是 不管怎么样 这个档案不是我们的 通常分析人员不会拥有档案 这个档案的建制 绝对不是这个分析人员在做的事 所以 所以当你今天你要去分析这个档案 你应该是用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只能够去查询 查询 这个档案的内容 而不应该修改内容 好 到时候呢 你如果说是我教你的 而且你是用查询的观念 进去里面去查看内容 你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就是说 原来是他原始资料就是垃圾 而不是我分析做错 可以理解吗 好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不要每次随便看到CSV 也快速点两下打开 好 然后那个以色列档案就用以色列打开 这都是错的 你要记住 我们现在是在教资料分析 好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只能用查询的方式 来去使用这个档案的内容 那也就是完全不会破坏原始资料 所以这个观念 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好了 我们接下来